中国有些老话 治病虚治本 纠错要纠根 半岛问题的根 在于朝鲜面临的外部安全威胁 长期得不到消除 朝方的合理安全关切 始终没有得到一个根本的解决 我们认为解决半岛问题 需要各方相向而行 我们看到2018年以来 朝方采取了一系列 旨在促成对话的积极举措 但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 这不符合各方已经形成共识的 行动对行动原则 导致本已严重缺失的朝美互信 雪上加霜 也使得各种对话的提议 最终沦为空洞的口号 我们注意到美方 最近公开声明对朝鲜没有敌意 愿意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这值得肯定 但是下一步往哪里走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方怎么做 是真正拿出解决问题的具体行动 还是继续把半岛问题当作地缘战略的筹码 中方再次呼吁 美国采取实际举措 来解决朝鲜的合理安全关切 与朝方建立起基本互信 同时按照双轨并进思路 和分阶段同步走原则 不断推进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 而中方愿意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做出应有的努力